白沙屯媽祖盛況空前的競箱 即便沒法實際參加 靠著科技也能夠跟著小媽走 因為像是技術非常成熟的網路直播 業者跟義工其實提早一個禮拜就已經開始準備 要讓大家臨時差的上線追蹤粉紅超跑 當然搭上了人工智慧還有虛擬實境 在現在VR也能夠拜虛擬媽祖 更能在網路上頭點斬數位光明燈 化解時空的距離 而且許多的宮廟也與時俱進 赤資上百萬建置AI設備 讓大家用科技都能夠前進向山 我們的同仁歉 這一天到景美吉英廟 這個擁有一百五十六年歷史的宗教聖地 聚精會神的對這個機器 输入它的手機號碼 它到底在做什麼 比如說我們限量點燈 在家裡或者在國外 然後用手機用電腦就可以點燈 而且可以馬上看到效果 不像以前的話還要等到 用人工把名字貼上燈柱上面去 所以說一般的反應都是非常好 哦 輸入手機號碼基本資料 馬上看到光明燈柱一鳴一滅 輕易才花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研究完成了數位點光明燈 更別提還有線上點燈服務 科技廟宇的趨勢讓年輕人也能輕鬆貼近 傳統宗教文化 無論從經濟的成本 或者實質的收益管理方面 真的是幫助很大 這一點不是人力可以弄的 當然我們不可能百分之百 都是用AI 等於會搭配了少部分的 有狀況的時候 還是用人力來處理 但是基本上的管理維護的建構 管理我們都會用AI系統來處理 數位光明燈或是雲端警衛 數位AI廟宇的建構成為潮流 但是如果想要拉近你跟媽祖的距離 虛擬實境參香拜佛 現在也能做到 你可以成為虛擬人物不用搭車 就能抵達北港朝天空 不管是建築神龕 通通神還原 北港朝天空的最新科技 可以讓媽祖大顯升威 24小時隨時再現 透過手機平板不用大費周章 也不怕人多擁擠 線上就能在元宇宙聖殿 參香祈福 所以當用戶在線上點燈的動作 我們結合點燈系統 所以實體的朝天空 也會幫用戶做點燈的動作 而且也會寄到你的家裡 你的住址 這個錢母拉以及平安符 請媽祖娘娘保佑我們身體健康 甚至能戴上VR頭戴式顯示器 體驗設立奇境參版 不僅可以在媽祖面前前誠助導 還能虛擬擲筊 雙手搖一搖晃一晃 就可以線上起媽祖指點迷津 另外虛擬球簽也很有特色 超Q萌籤筒流程平易寄人 吸引大批年輕人接觸傳統文化 我們會結合這個所謂遶境達人 以及一些針對於宮廟文化的內容創作者 一起帶著沒有辦法實體到去遶境的用戶們 做虛擬的遶境 動動手下單就能一同向媽祖祈福 不想錯過媽祖動態 白鴨屯媽祖遶境 早就建置了GPS即時定位APP 因為這個號稱超有個性的 媽祖鏡像路線永遠不固定 透過APP縱使你想中途加入 也不怕走散 找不到路 這是北港武德宮之前推出虛擬前幕 科技結合廟宇行銷 一時之間聲明大造 用區塊鏈的技術來跟武德宮來合作 做一個十年的前幕 跟這個武財神的NFT 對於不方便前來的這些信徒來講 我們把這個獨一無二的前幕做成NFT 讓大家就可以不用出門 就購買到這個武德宮的前幕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北港武德宮主委林安樂 本來是金融科技人才 回商 階下 母族家業 激情用新科技管理加項業務 之前推出NFT前幕 這回更建構AI工作站 林安樂最近訂購了配備三組 回答高階人工智慧GPU工作站 用於自動回覆臉書粉絲專頁 甚至還可以解金 解簽 因為回答A6000顯卡 一張要價18萬 三台工作站要9張顯卡 就要162萬元 如果再加上CPU 主機板 電源供應器等 總價估計高達200萬元以上 花那麼大成本工廟用AI 也有民眾在粉絲專頁開罵 擔心聖域被莫名其妙的新科技 給玷污了 但武德宮回應 用這些東西跟虔誠禮佛無關了 只是想要補足人力上的不足 求神拜佛 心誠則靈 佛信禪心 貴在用心 但加上一些出神入化的高科技 也許能讓你參拜禮佛 更加氣定神弦